各位早晨,24日星期四 今天真的早了 昨晚可以做一下 勝利球迷快快出一段影片 不過想一下,講法律 一定有人講,鬥快講 不過講法律沒有人有特殊觀點 不用這麼急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 不如不要那麼勤力 聖誕前,智英哥就拿到保釋 不意外 有人又 法官有些良心 總算李韻騰 這個不解散,竟然有些原則 有些良心 竟然瘋到這樣,也有的 良心法官變了 做得 國安法肯接受這些 國安法做法官 這些人跟納粹的法官差不多 很精英 不過這個人 除了法律之外 沒有其他知識,沒有其他事情明白 這些人 也可能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東西 就是一個法律機器 於是他做法律範圍裡面的東西 但是他會不會沒有政治色見 又不會的 人是政治動物 這就是阿里斯特說的 他怎麼會沒有呢 為什麼黎智英都保釋 快必沒有呢 又是這些官 是不是這個 我忘記了 不過 快必有樣子 普通一個失業中年阿叔 快必 這個大粒大支 這個叫黎智英 國際知名人士 那當然好 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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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找一些理由 就是說他可以 大家也要知道 我都說過很多次 常識來 基本上保釋是人權 除非你有特別的理由 例如他那些理由 就是他可能棄補前途 可能影響證人 可能會走不回來 或者事件非常嚴重 那他的案子是否嚴重呢 如果用國安法 什麼春都嚴重 是不是 他勾結外國也是這樣 勾結外國 接受訪問 現在似乎是 你看到普通條件就知道 就是 我講過 接受那個 《紐約時報》的記者 早兩個星期訪問 就是 德國普合之長的記者 那個記者說 我會代你發聲 將會讚揚他 假裝了民主英雄 那好吧 老共最生氣 最生氣這個人 終於就 你想坐就讓你坐 於是乎 好了 整套東西設定了 設定了又害怕 是不是 我就不想再去研究 因為你都不能研究 你不知道這個《紐約騰》 有沒有人叫他 設計房子 老共有沒有 還是 老共的框架 就是你最終釘他就可以了 現在 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不是 這麼巧 是不是 可能 抓黎智英的 國際反應太大 好像給他一些空間 你負責做好 他就做了這些理由 是不是 這些就不是契底 我說的 那怎麼 是七人像 我讀了多過你 你做官 這些我 一向形容 馬道立那些人 跟立帥那些人差不多 那些官 之後他就說 我很專業的 我很公正的 又專業又公正 那就對 如果你是這樣 你拍了其他官 先放快筆出來 是不是 他肯定是嚴重的快筆 他的情況 因為他正式真的有勾結 是不是 接受外國訪問 呼籲制裁中國 將新綱人權等等 這些全部是 不相當香港的 快筆只是罵了幾句 什麼 黑警死全家 喂 你說死的 我說你死的 你真是不死的 不是的 那些只是市井基徒 街市阿叔 那些罵人的 警察都未必害怕 我想前線被他罵的 反而不是那麼生氣 可能鄧炳強生氣 就是要搞搞他 沒有搞 抓了他 說他煽動 集會裡面煽動 又不能不放人 不給人保釋 結果就說他在國安法裡面那些煽動 煽動分裂政府 藐視政府 那樣 兒戲都不不幸 這樣就困著不讓他走 那這個呢 這個你放他走 為什麼 大枝野嘛 黎智英 知道什麼的 那你的官 你想到這樣 你的官 當然是慘了 大西超 喂 你如果是惡法 我都說 我經常說 惡法都要有事同仁 一惡就個個都不惡 那不是的 你又看人上菜 那你說什麼 是吧 是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斷於法 即是法家的思想都說 重要的 這件事 不是你惡不惡 而是你 是不是個個一樣 那你不是呢 那你就很糟糕的 那這個律政司 在那裡猛貓尾 上訴 我認為是猛貓尾多 那最少 昨天這樣 你向他 所謂上訴 不過扶你向那個官子 喂 不行啊 這樣說多一段 這樣他就說 不行啊 我拒絕你 理論上他可以向中審法院 或者上訴法庭申請 就是今天 就是星期 今天 休工了 你不是 那些老爺 不高興 是不是呢 上訴庭 這樣沒有空嗎 你 你認為他可以潛逃到嗎 是吧 我覺得他可以的 如果海軍陸戰隊 又來救他 就可以了 是不是呢 美國人肯救他的 是不是呢 一放他回家 就有個黑影席司機降落 那你就 那些警察敢過去 不敢 就載了他走 是吧 那 肯不肯的 應不應該 當然不會 是吧 這個是可能的事情 可能的事情 我還要提議 在法律裏面 智英哥救吉士 不是救吉士的 你反正都是 今時今日的你 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了 你要跟黃生素姬一較長短 就是要拿回諾貝爾和平獎 黃生素姬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那你反正也是 又老過他 那他也很可憐 黃生素姬 20年 被人困了家 20年 今天你真的困了幾個禮拜 兩個禮拜 智英哥回家 寬度聖誕 很多人 最有趣是見到李卓仁 希望他回家寬度聖誕 我第一個反映 很多兄弟 不能回家寬度聖誕 為何你的頭 那麼著意 要回家寬度聖誕 你申請什麼鬼 不要說我冷酷 我覺得是的 方理不夠被蓋 怎麼都不敢虐待你 我相信 給個暖爐你也會 那你就與兄弟一起在監獄裡過聖誕 這麼多人都是這樣 算了 這些 很多人就不會罵我 我們智英哥這麼偉大 已經想怎樣 這麼刻薄 不是刻薄 教聖誕 我是他 我就拒絕 我是要錯 這樣 這樣 給他保釋出來 那是不是可以走人呢 回家 又不可以起天頓地 這樣 不說太多這些 他有什麼好招數 等一下提醒了警察 我都說 不要說怎麼走的人 當然有辦法 要走 但是問題是你 謀不謀求這件事 是不是 還是怎樣 你自己決定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學 黃山素姬 黃山素姬是怎樣 你看看歷史 1989年被怨禁 純粹是他回家 回到緬甸 1989年的時候 參政 他爸爸死了 然後 1990年 國會選舉 贏了八成的議席 軍政府廢了他 廢了這個選舉結局 什麼 像什麼 像我們現在 你選完區議員的費 救了你 什麼樣 是不是 好了 這樣的暴政已經是 然後 軟禁了他 1989年起 已經不能出境了 他老公在英國 不可以回去 可以回家 算是優待的 但是你一軟禁 二十年都沒有出過 基本上沒有離開家 我看起來有黎智英家 這麼大的 所以我突然想起 為什麼他不學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 當時什麼賊都不准 不准讓他出來 不能參加演講 他說什麼 他單條梯就在家裡的圍牆 竟然在發表演說 永遠都是外面 有些群眾聚集 雖然又不是很多 但是軍政府不高興之餘 又有他 結果他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以前沒有互聯網 又沒有電台給他 他就在發表演說 記者是跟他報道 他做了很多年是這樣 我經常都記得新聞 看到這些事情 今天我看到這樣 阿智英哥 聖誕過後 會不會在家裡的門口 開群眾集會呢 群眾現在限聚 可能只有兩個人 陳芳生和黎智英 不不不不 你署名 要不叫我陳日君 不敢拉陳日君 是輸機 警察敢拉陳日君 好啊 三個人隔開三尺這樣 社交距離 然後就在那裡聽他發表演說 當然跟著周圍圍了幾十 十百記者聽黎智英發表演說 三個聽得準 那就到了 看看他准不准這樣做 你看看他先 一百元現金保釋 和三十萬人士擔保 這個我們害怕 他的小事 那就不會周三次去警署報道 叫警察去他住所都行 這個也是小事 不得請求外國進行制裁 封鎖其他敵對行動 這個就是國安法的字眼 那你法官為何加這些 他不是言論自由 國安法也是有言論自由的 有人權官有保障的東西 如果他發表意見呢 他也是發表意見 上次是不是 李韻騰加上這條卷 我這樣做什麼 就是不做什麼鎖 他你再這樣我就不做什麼 那你是法官 你不是依法辦事 你考慮政治 是不是說你契弟 這樣呢 不得接受電台 電視 或者網上訪問 網上都不給了 又是找人權 這樣也可以嗎 你法官為何可以批這些 請問你不要給人保釋 保釋的意思是他有自由 給他一個自由 保釋又沒有了自由 那叫做保釋嗎 那你是矛盾的 你說保釋就保 是不是 然後警告他 你自己小心 再有行動我未必保的 你的言行你自己小心 那就可以了 我是法官 是不是 我決定的 我給不給保釋你 如果你認為你涉嫌的東西 是不是 勾結外國的東西 你再做呢 那就對不起 是不是 但是你怎麼做呢 你衡量自己 我又衡量自己 所以就不應該這樣 列了細節出來 列了細節 你限制了別人的人權 那你法官限制了別人的人權 那你法官限制了別人的人權 是不是很足夠呢 不可以在報紙說 網上發佈文章 你不要搞錯 這年黃之鋒都天天寫東西出來 唐人帶出來 我那些 坐在裏面那些 認識的那些 那些人 時時發表文章 發表在蘋果日報 坐在監 很多人發表文章 已經是香港坐監 坐監的 common law 一個部分 你竟然限制了 那你現在限制了他 是不是以後其他人 你都是這樣限制 李韻騰 屁股你 擺明你有問題 對 你的邏輯在哪 請問你的邏輯在哪 以後那些 坐在監 被指控 港版法 那些全部沒有了 言論自由 港版法裡面 是有言論自由 繼續有人權的 人權公約 繼續適用 人權公約 是有這些權的 就算是在坐監 所以說我是黎智英 我坐在那裡 那些傻子 我繼續坐 我不是叫他 每人都不同 老過我 又有糖尿病 我這麼強壯 當然是坐著坐著 這樣呢 不得再寫監媒 包括 incubed not limited to Twitter 特別講Twitter 因為他上次被Twitter訪問 在桌塔直播 跟記者 紐約時報的記者說話 不得離開住所 不得離說 交出旅遊證件 這些都還是正常 離開住所都不正常 算什麼人生之後 算什麼保釋 什麼軟感 他不是在坐家 不過好像坐得舒服一點 床暖一點 可以跟家人見 竟然說這個官好人 我們那些官都已經是這樣的 七七八八的了 有良心的官 你應該辭職 不能做的 這些事情我不搞不搞 然後公開吵架共產黨 你起碼做了壓力給他 一個人犧牲自己 智英哥犧牲自己 幫大家爭取到一個新的境界 有所不懷疑的境界 這個始終當然是好 是不是 我絕對贊成 我絕對欣賞他的勇敢 放棄他現在出來 都不可以 躲在家裡 那也算了吧 我們同理心 不希望任何人受苦 是不是 不過我們要記得 還有很多兄弟 就是聖誕節 不能回家 如果大家有這個習慣 或者寫聖誕卡 給別人的習慣 我一個半個都有 我懂得那些 是不是 就是 別人做一點 是不是 大家可以做的 做一下這些事情 寫一下聖誕卡 據說 那些人收到其實很 很有信心 很旺 不過你未必認識 有人坐著 那你寫給快筆也好 高洛索佬 是吧 他挺過癮的 他會高興 你看狼山素姬的結果 是怎樣 結果他捱到 2010年11月 是 就放了他 這樣 2012年4月 補選 他是選到做議員 是吧 這個就是民主女神 現在呢 就是緬練政府的資政 資政就是 senior minister 就是 內閣 但是呢 就變成親中了 今年1月呢 就 招引了習近平去訪問 大贊 做得好 是吧 就批評西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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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西方 很討厭他 已經不當他是 就是民主女神 不過以前一曾經是 曾經是 所以人呢 就是 生有時死有地 如果他早早 被迫害死鬼了 是 但是他可能歷史名為很好 現在林希勤是種族屠殺的兇手 這個又是另一個令人唏噓的人物 現在已經是親中了 東方價值都走出來 那些外國 曾經高舉外國勢力 是吧 由外國勢力保護他 結果他可以絕處逢生 他有些是挺勇敢的 就是他不離開綿田 他一定拿到和平獎 軍方一直想他走 可能老共想黎智英走 那你自己這樣 我不能夠代理決定 下杯和平獎 就叫他去 他不去 他說去了 回不到 1997年這個丈夫 是癌症的 在倫敦 就想說 要求回去探望他 他有探望他 1900年也有探望他 就是老公有得回去探望他 因為他不是坐牢的 問題就是 老公說我回來了 軍方說不給簽證 他病重 因為說我們醫療不了 緬甸醫療 醫療不了 不過我們可以放下 蘇姬過來陪你 黃蘇姬不去 因為他知道一去 他幾打不讓你回來 他堅持留下 這個堅持 即是老公 即是 值得他拿和平獎 真的不容易 拿這些東西 智英哥如果努力 繼續 不知道是 希望不希望他 不要好像很想他死 叫他支持你拿一拿 你還要犧牲多些 如果還要拿到 但是 有機會 講數了 跟拜登 我猜老公 就是一樣的 這個邏輯 跟緬甸軍政府一樣 適當時候 走 快點 拉斯吉羅 拉西方 去美國 這樣 那 圓滿結束 如果這樣就是圓滿結束 我們 想怎樣 我們喜歡他這樣 我個人就覺得 自己決定 麻煩你自己決定 因為這些歷史名貴的事情 智英哥 我覺得他是聰明的 很聰明的 他做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即是他抹黑過我本土派 先去 那 跟黃沙俊剛剛相反 黃沙俊一直 一開始做了很多好事 臨老做了壞事 將來的歷史名貴就有待平說 黎智英早年霸道了 一直做的事情 但是最後 這兩年 支持本土派 也支持自己身體力行 踏出最重的一步 踏去美國 跟彭斯、Pennosi等人會面 握手 然後被告的時候 保釋期間 竟然還是接受訪問 勾結外國勢力 繼續表達老告 要求人權 要求新拜登政府 重視人權 將中美對話的關係 將香港人權 將西藏人權 將香港人權 將香港人權 放進去 當然會生氣 當然會生氣 也要對生氣 對生氣 對生氣 對生氣之後 這堆拆鞋子 這堆法官 律政司、香港政府等人 鄧炳強等人就要製造一個理由 將他困住 某個意義來講 黎智就求人得人 其實他可能想 是不是 我不敢 這些純粹是講開講 無論如何 今天已經是24號 聖誕快樂 智英哥回到家都是好事 雖然還有很多兄弟回到家 不能說他人回到家 你也不要回來了 似乎有點要求過高 當然我們羡慕他有這麼強的律師團隊 可能在拉縫裏面 見縫插針搞定 走出來 不是個個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也好 畢竟沒有一個人應該是受這些磨爛的 他也磨了一輪 已經贏過他的陣家 那些陣家 沒有個可以 去到他那些程度 走遲一陣都不敢 他可能撐到今天 最後還是踢老公一腳 踢到老公不能夠不溫住他 這樣 智英哥是好東西的 這件事我是高度評價的 衷心佩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